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似疯狂的事情 女人到了中年 她们在经历了之前的风风雨雨以后 她们更加的自信 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有美丽 同时 她们对待感情的态度也越发谨慎 她们不会将就 也不想迁就 其实爱情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情 中年女人对你有好感 想要切近你 她的很多行为都会暗示你 一 主动约你见面 并跟你说 你不在的日子 我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啊 年轻时的女人因为矜持 故意端着 装作一副很高冷的样子 让男人主动约她 但是中年女人 早已过了那个害羞的青春期 她们明白所谓的矜持 不该放在爱情里 所以中年女人会放下矜持 主动找你聊天 主动约你见面 主动请你吃饭 而且大家都有过这种感受 相爱的两个人在一起时 总是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还没有细细体会 24小时就过去了 因为两人彼此相爱 所以哪怕是彼此静静守护在身边 都是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光 当爱的那个人不在身边的时候 另一个人就会感到时间过得好慢 总想快点见到爱的人 这样才不会孤独和寂寞 二 直接对你动手动脚 或者是其他的身体接触 一般大家都说 男人在和女人一起的时候 男人就会不断地试探 跟你有若隐若现的身体接触 这就是为了看你的一种依从感 如果你没有反抗 那就会继续下去 他更无耻的动作 同样女人也是一样的 女人总会不断地勾引你 如果一个女人总是在你身上 有一些不一样的身体接触 或者是直接地对你有一些 动手动脚的动作 那说明她是非常喜欢你的 就为了迫不及待地 想要告诉你她那些想法 如此的女人 你还在等什么 她一定是对你有感觉 三 不能没有你 你们两个的未来都不乐观 你已经考虑过结局了 其实只损是男人的主要选择 大多数在爱情中 失去理智的男人是女人 但男人不是 你也有你自己的家庭和责任 社会是不允许的 道德是不允许的 所以男人会约束自己 而不会突破道德底线 但女人却无能为力 当一个女人对你说这句话时 就表明她决心要和你在一起 女人的心离不开你 她把你视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四 对你的各种夸奖和欣赏 如果一个女人对男人有意思的时候 她就会不自觉地把所有的好品质 都偷偷夹在这个人身上 同样的 如果这个女人她开始喜欢你了 自然所有的美好 在你身上都能体现出来 所以忍不住地想要夸赞你 赞美你 觉得你是她认识的人里 最好的男人了 她越是这样 好像是一种套路 女人要不断地夸奖 或者是必要地赞美 来得到男人的吸引 但是大家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很容易男人也就产生一定的自豪感 成就感 在这个女人身边 非常的有尊严面子 这样就掉进了女人的陷阱里面 五 在您面前表现得更有魅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 当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以后 会把自己的独特之处 展现在对方面前 希望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经过岁月的沉淀 中年女人更懂得 怎么表现自己的美 她们更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也更懂得如何吸引喜欢异性的目光 她更明白 如何才能用最完美的姿态 把你身边的另一个女人比下去 当中年女人在你面前 表现她与众不同时 当你发现 你眼里的她 与其他人眼里的她 更有魅力的时候 你就应该明白 你在她心里是不一样的 她已经对你有好感了 并且想要亲近你 六 你的消息 她总是秒回 女人都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对自己喜欢的男人 不会过分的关注 不管是这个男人 你有什么动态 不管是关于自己 还是跟自己无关的 都会第一时间去点赞 去评论 给她发消息的时候 也总是秒回 就算是一时没有看手机 要是有你的消息的时候 也会第一时间选择 先回你的消息 这才说明了 在她心中有你 而且几乎每天 都在等你的消息 无时无刻不想着你 要是你在身边 有这样的女人话 那就说明 她想跟你越过高压线 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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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